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來玩看全新的手機遊戲啦 那這款遊戲叫做我們的純白和弦 期待已久好不好 因為這個的話是跟我們的這個 Mizuki有做合作活動啦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Mizuki的話呢 都要來抽一下 那這邊基本上是有在刷手抽 然後我是把手抽的這邊的話 我已經就是花了5抽把Mizuki抽出來了 那這遊戲基本上它要刷手抽還蠻容易的啦 所以大家基本上可以就是 刷到Mizuki出來 然後再考慮要不要就是 繼續用這支帳號玩這樣子喔 那整體來說的話 遊戲的遊玩方式還蠻有趣的 它有點像是我們就是那個 爬塔類型的 但是它裡面隨機性還蠻高的 因為雖然我們這邊呢就是那個 月姬啊 也就是我們的角色 就是你上陣角色的話 它會有角色的套牌 然後你角色的套牌的話基本上 它是隨機給你的 所以可能有時候你必須要 留一些高費的套牌啊 然後等牌打出去之後的話 才會就是比較好做一波 就是那個攻擊的東西喔 所以就還挺有趣的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的東西的話 就是你通關完之後的話 會有三選一的這個能力喔 就是俗稱的那個什麼肉閣遊戲啦 好不好 基本上是這種類型的遊戲 那我們先進到這個 對戰環節給大家看一下 那除了一說的話 裡面的話你只要先打完 就是我們的主線劇情啦 就是它遊戲裡面會先有一個主線劇情 然後你主線劇情打完之後的話 它就會給你就是那個這個 第二章這邊的這些小關卡 然後慢慢打進去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就是 有一些挑戰這樣子喔 那裡面的話2-1 2-2 2-3 裡面都是就是額外的一些就是關卡 比如說我們進到2-3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要搭配我們的隊伍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的寵物的話 這邊也是就是增加我們一些能力的東西 所以它到最後的話 應該會有蠻多一些就是那個 未知的或是增加我們一些能力值的東西 會給我們帶上去喔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2-3就是一個關卡 然後2-2的話就是 也是一個關卡這樣的概念 然後你只要進去這區關卡裡面的話 它就會進到一個就是這種小關卡裡面 然後你把1關打完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拿到一些 就是額外的加成的東西這樣子喔 好 那整體遊戲的玩法的話呢 就是兩邊的角色在互打 然後互打的時候的話呢 基本上會誕生我們這邊的靈感喔 然後你就可以出牌 那這邊的牌都是隨機的啦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就是 留一些補血的招式喔 比如說像這個 無瑕的時光 為全體回復13點的生命值 我們先來幫這個前排回血一下喔 那你如果無聊的話 你可以先把一些你不要的牌打掉 但是我不知道這些牌是不是 就是能夠累積到下一回合啦 這比較重要一點點 然後你這邊的費用都還蠻重要的 就是你不能隨便亂施放一些東西 那我們這邊六費的時候呢 我們先施放一下這個大招 幫大家補血 那整體來說他的打鬥方式就是這個樣子喔 那你好像是沒有辦法先看到下一張牌是什麼的樣子啦 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們用過的牌這樣子 那剛剛那個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這邊的選擇能力 我好像沒有選是不是 喔他自己給我選了 欸我沒有選是不是 哇我是不是點到放棄了 那這邊的話就會累積就是我們這邊選擇的聖物 然後卡牌的話就是我們這邊的上陣的巧色的卡牌 但是這個卡牌的話也不是每一次都給你的就是了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必須可能要自己 留一下自己的卡牌喔 因為這邊的話我這邊私底下我打的時候是 只有打到二星而已 我還沒打到三星 那是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那個 前排這隻坦克好像到最後一關會死掉喔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們先幫忙回個血 這是幫忙隊友回血還是幫自己回血啊 我們的小C的招式好像都是幫忙吃東西 一直吃東西這樣子 好 隨機到我們這個補血牌了 趕快先幫忙補血一波 完了我們前排好像要掛掉了喔 死掉了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好像就沒門了 所以基本上這邊的話你可能就是 要去看一下究竟前面該如何先去抵擋一些攻擊 像我們守候者的毒咒的話可能就要先留著 因為這招的話好像補血補的還蠻多的喔 那我們這邊就敗開了 我們就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重點是我們一開始那個超白獅 我們沒有先選牌啊 這邊就很尷尬了 所以這邊我們先放棄一次好了喔 再重新進來 一開始我們放棄的選擇我們的聖物 那這邊打下來的感覺就會差蠻多的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 打完關卡選擇的那些能力值的話也是蠻重要的喔 那這遊戲基本上也有自動戰鬥環節啦 所以如果你對自己的隊伍是很有信心的話 都可以去戰鬥一下 那這邊都有寫有沒有 對敵方全體造成49點的魔法傷害 並為我方全體回復70點的傷害 然後上一層這個飢餓值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在補血的 然後這個是全體敵方單位之間 彈射三次的這個 44點的這個魔法傷害子彈 這招 就可以彈一下他這個子彈 然後主要來說我們就是先 先回血好了 我覺得我們前排好像有點尷尬 那我們這次先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這次留卡片的話會不會有一點點好處 因為我不知道留卡片會不會留到下一回合喔 如果會留到下一回合的話 我們就下一回合再做毒咒的補血 然後這邊就會有三選一的能力喔 那就看大家要怎麼選 這個靈感的話就是我們剛剛的能量值啦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能夠讓我們恢復速度恢復更快的話 就是代表我們發燥的速度可以更快這樣子喔 那我們走一下下面 這邊是法術的這個地方 其實我應該要走上面才對對不對 因為這邊的法術好像比較強一點點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留的牌 留的牌好像是有用的 因為這邊有 那我們先不要放招 等一下那隻好像快死了 可以嗎 好 這個先大招補血 幫忙奶一下喔 幫忙奶一下 起舞一下起舞一下 再不起可能就完蛋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關好像還是稍微有點麻煩 快幫忙回點血 回點血 奶一下 哇 奶不起來 哇 奶不起來 完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大家可以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下面是走法術的 不然我們走上面看看好了 好不好 上面好像是打那種近戰的 我們這邊好像比較能扛 近戰打近戰應該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吧 我覺得好不好 來來來來 然後一樣我們先上去 然後就直接來一個那個 回血 有沒有看到 這邊好像 扛得比較住喔 欸等一下 先回血 所以這個的話你可以抓一點就是施放這個招式的這個時間 然後我們盡量趕快把這個能量 哇 不行欸 直接都擋不住了 我覺得我第一關的地方的話 那我可能就應該要讓他的血量維持在一定的血量之上 所以我可能要 要趕快點綠牌了 我不知道欸 之後如果有角色是可以直接把那些牌給綠掉 然後直接抽更多的牌上手的話 那那些角色應該還蠻厲害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種角色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你的這個牌阿 你拿的地方的話 基本上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卡牌 那這個就很重要了喔 這個你一開始的這些東西就很重要了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角色是 打完之後可以拿到更多的能量這些東西 應該也蠻重要的 我們先累積到六費的時候 趕快先幫那個 隊友回個血 因為我覺得我們一開始血量太少的話 好像不是那麽的優秀 先把我們前排坦克這個血量先回高 這樣應該不錯 至少比剛剛好一點點了 好不好 這個打牌阿 還是要有點技術的喔 所以他肉格的地方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你的角色丟牌的這個東西也是蠻隨機的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必須按照當下的情況去抽牌 然後可能組隊伍方面的話 你就是可能必須要有這種組法了 就是你可能必須要依照一些抽牌比較好抽阿 或是幹嘛來去弄了 要不然你看我們現在費用真的很低 然後你看我們前排這隻一直崩煌在彈 這樣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消息欸 感覺快掛了 對阿感覺他還是快掛了各位 回復一下 回復一下血量 回復一下血量 這不回感覺會死 哇 下一回合好像也沒得那個了欸 來來來繼續 回復靈感加速 拜託了 20%的血 這邊可以選一個 那檸檬這邊的話 奇怪的蘑菇這些可能就要看大家怎麼去判了 因為他這邊選的東西都不一樣 檸檬的話好像 喔可以 25% 檸檬是回復我們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該怎麼說 就是讓我們就是 能量累積的更快 然後音差好像是初期就會給你了 有點像是那種能量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必須要累積更多的能量了 來了來了來了 我跟你講這關更麻煩了喔 我覺得我們坦克有點 坦不住的感覺 有沒有機會 給我更多的牌 我快掛了 哇掛掉了 不行了 不行欸 我們現在坦克完全躺不住 那可能就真的得去那個了 得去升級一下角色了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讓角色就是 那個 活著的話 好像是沒有辦法拿到三星的喔 就比較尷尬了 那整體來說的話 這遊戲的話就是 每一個角色的牌組啊 可能都會影響到蠻多的 因為他都有高費的牌跟低費的牌 所以你可能就是必須 喔 欸不是 剛剛他被暈眩的時候我打 喔 沒事 我想說我打牌出去 沒有辦法就好笑了 哇 這邊看起來是ok 但是我們這邊要 要拿三星的話 應該就是 一隻角色都不能死喔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大家好像都是這個樣子欸 你看都是 都是沒辦法拿到三星的 坦克坦不住啊各位 坦克坦不住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試一下應該還會再繼續玩下去喔 然後再看一下有沒有有趣的地方 然後如果有一些就是 比較好的一些搭配牌組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就來抽一下 這個遊戲的抽抽給大家看一下喔 因為 這遊戲的抽抽的話 其實也蠻可愛的 他就是 會轉圈圈 然後 轉到亮金色的話呢 就是會有SSR的角色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 我們已經有Mizuki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要不要轉移一下其他的卡池 在這個指尖的這個樂句裡面 其實剛剛這樣玩起來好像 更好玩了喔 雖然我平常在玩的時候都是直接那個 都是直接給他那個 隨隨便便 啊這個是首抽啦 這個是首抽環節 召喚五次好像是 必中那個SSR的樣子喔 那應該是可以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轉圈圈 然後轉了之後會亮紫色 然後紫色之後再亮一個金色 就是SSR這樣子 可愛 這是誰 喔 這是維爾 來了 我們的可愛的這個克羅拉 又是補師 我覺得我不行 我現在應該不該拿補師 我應該要拿坦克了 這個應該是可以無限刷到你想要為止吧 對對對 這個可以重新召喚到你想要為止 然後這個人的話應該是 就只有一隻 他應該不可能會有那個就是 Double的 他看起來就是一隻而已 然後轉金 這怎麼跟剛剛那個好像很像 會不會又是剛剛那隻 好像是欸 是不是剛剛那隻 是阿 不行不行 我不要克羅拉 還是大家有什麼推薦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雖然你們 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已經訂下來了 我可能會比較想要一隻坦克吧 因為我們現在那隻坦克好像坦不太 欸兩隻 這好像比較爽一點點喔 帶黃罐的妹子 唉 鐮刀妹子喔各位 看來這一次好像不算好 還帶了一隻SR 喔 帕米娜 這怎麼看都是我的菜阿 沒關係我們先看一下就是 全部拉完之後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喔 這隻好像也是我的菜欸 這是法師阿 看起來好像就是這幾隻 喔 這是坦克 馬克白 哇 可是這個坦克看起來很帥 但是我好像 好像沒到 沒到那麽喜歡的感覺 看一下還有別的 這個就是法師的樣子喔 所以目前來說好像就是這五隻是不是 對 這個小蘿莉 武師的蘿莉看起來是 然後再來就是坦克的馬克白 其實馬克白好像還行啦 然後這是我們的鐮刀妹子 我感覺好像更喜歡鐮刀妹子一點點 然後看起來就是不會給你那個 重複的那個 五隻 就是絕對是給你一隻而已 哇 難怪選我所愛愛我所選嗎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十抽 然後看人家哪一隻角色 最常出現 好 我們抽十次 我們最常出現的那隻 我們就給他了好不好 好 這是第一隻 好 馬克白一次 馬克白一次 好 馬克白兩次 不會就是你吧 馬克白 然後 這是鐮刀妹一次 這樣我們已經第三抽了喔 第四抽 好 馬克白四次 馬克白是想要幹嘛 哇靠 又是馬克白 馬克白是不是有點好抽 馬克白 還是我們就這樣 看起來應該是馬克白了喔 好啦 我們就馬克白好了 馬克白走起好不好 就這樣吧 剛好有一隻馬克白這樣打起來應該 應該會蠻舒服的 我們再打一次剛才在關卡 馬克白應該一隻砍全部了吧 他畢竟可是SSR的坦克呢 那後面的話基本上抽越多 應該就會有很多一些角色可以用啦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 初期的話其實我覺得 就是 抽 抽手抽的話基本上就是 有先抽到米茲奇就好了 那這個遊戲送你的手抽的話 基本上 應該可以隨隨便便 應該是還好 這邊的話是 獲取支援環節 應該就是訓練的 我們再打一次這個 二之三 然後換上我們的 馬克白 坦克來了 艾菲請下來 沒辦法那個嗎 這樣可以點下來就好了 好 這樣應該就穩了吧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 就先看一下馬克白多強吧 那怎麼看就是一隻超級大砍 喔 騎馬的 哇 可是他是戴面具的耶 這幾個戴面具喔 來 OK 馬克白 但是感覺好像 好像沒到那麽痛的感覺嗎 好像還好嗎 可是他事費開大欸 他事費就可以開大 好像還滿OK的 只是我們現在累積的這些備用 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 累積到下一回合 應該是不行喔 應該是不行 好 我們一樣這邊幫馬克白補個血 我怎麽覺得好像 還是有點扛不太住 呵呵呵 幫忙輸出 其實我這邊帶的是兩隻補師耶 米茲基跟那個耶 跟我們一開始的那個 好補師 來來來來 我們現在努力幫助馬克白 現在是趕快快速綠牌 綠套六費大招幫補血這樣 好 這邊的話呢 先補 然後閃費補 然後凋零斬 可是我不知道這邊到底會不會就是 越 其實該怎麽說呢 就是 你這個費用會越 越補越快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馬克白快死啦 蛤 我們的馬克白快死了 各位有沒有發現嗎 怪怪的 怪怪的 馬克白 完了我這個初牌 我感覺我還是不太會耶 哇 這個初牌可能 真的要再研究一下了各位 不然到時候可能就是 要把一隻補師換下來 換成那個 哇 有點尷尬 這個初牌 哇 哇 天吶 這邊檸檬水直接給他弄起來了 那大家現在有什麽一些 比較推薦的搭配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覺得現在目前 馬克白也躺不住欸 不是吧 怎麽會這樣 難道我們必須 大招開啟 我怎麽覺得這隻都比馬克白還要坦 他也是超級輸出 對阿 為什麽這隻好像這麽猛 這隻我們有特別 升到比較高級嗎 他16等欸 他為什麽16等 他怪怪的 那我們今天剛才介紹的就是這款遊戲純白核雄 我覺得玩起來的話其實還算是蠻OK的喔 應該還會繼續玩下去 那如果大家有玩的話呢 也可以加哲平的好友 我的好友是這個 哲子 然後編號是1046379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都可以加一下好友 我覺得還算蠻好玩的 你們覺得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這款遊戲的看法 那我視頻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